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班班的小帮手 做做家事乐去嘟嘟 扫扫地呀擦擦桌 家事小大人就是我 洗呀洗呀帅呀帅呀摸呀摸呀摸呀托啊托啊 那家事小大人就是我 洗呀洗呀帅呀帅呀摸呀摸呀摸呀托啊托啊 那家事小大人就是我 歡迎收看家事小大人 我是彤彤姐姐 我是大樹哥哥 今天我們到了誰家來做客呢 歡迎你 歡迎 鄧姐好我是志姐 鄧姐好我是志姐媽媽 今天真的很開心志姐媽媽 還有志姐邀請我們到你們家來做客 而且媽媽還很熱情 就是做了一桌的好菜來招待我們 但是呢 我們來當客人要有禮貌對不對 沒錯因為我們是家事小大人 沒錯 所以呢媽媽做菜很辛苦 洗碗這件事情就交給我們家事小大人吧 那志姐等一下妳可以幫我們一起洗碗嗎 可以 那妳有洗過碗嗎 真的嗎 是洗這種會脫掉的碗嗎 真的喔 那她都沒有打破過 沒有 而且我們家開飯時間其實也沒那麼多 對比利來說不會很少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我們眼前的這些碗盤們 統統都洗乾淨囉 家事小大人 Let's go 洗碗盤了 等一下 怎麼熱 有耶 妳摸摸看 這個底部是乾淨的啊 那妳把它兩個盤子疊在一起 它不就油掉了嗎 對 這樣好像 等一下會心裡的更辛苦耶 對啊 所以我們就勤勞一點 多泡雞湯吧 好喔 怎麼辦 志姐 我們去洗碗 這邊東西怎麼這麼多啊 而且 怎麼會有一個很髒的水 志姐 這是什麼水啊 這是洗米水 洗米水 那可以倒掉嗎 不行 為什麼不能倒掉 因為它還可以拿來洗碗 沒錯 它還可以拿來洗碗 還可以廢物利用省一點水喔 那為什麼這個洗米水可以來洗碗呢 是因為我們在洗米的時候啊 有些澱粉呢 會殘留在這個水裡 但澱粉就可以吸附油脂 所以我們就可以大概 先把上面這些油油的東西 先把它沖乾淨 這個水有點重 我幫妳沖好了 好 好不好 洗洗 哇 換它 換它 大浪一番 沖乾淨喔 不錯喔 還有殘留一些 看起來白白濁濁的東西 那當然裡面也會有一些 這個米粒上面的小灰塵小細菌 所以大家用完洗米水沖完之後 Diver記得還是要用清水沖洗乾淨啦 那我們要不要先把裡面的一些廚餘都清掉 消下來的果皮 還有旁邊你看到的這個蘋果盒 它們可是有大大的效用喔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果膠的成分 它可以把這些油脂呢 通通把它刮刮刮掉 喔 那所以我們現在一人選一個果皮 我們一個人還有清一個盆子 太棒了 好 有沒有 本來黃黃的 有一點被帶掉了 Diver呢 在用洗碗筋跟清水的時候 整個用量就可以變得很節省囉 你知道我平常真的很浪費 我平常就是切完水果啊 切完這些東西都直接丟掉 我們切完蘋果之後啊 中間不是會有剩下紫食的地方不能吃嗎 像這個地方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來刮油脂 這個被蘋果盒擦過之後 這個油脂通通被我集中起來了 減肥的時候要怎麼樣 要多吃蔬菜水果啊 因為它可以吸破油脂 把我每天的油都刮掉 你就不會把那個油脂都囤積在身體裡面啦 好 那我們就趕快把這些果皮 先收拾收拾先丟掉它 好 這些都是剛剛我們吃飯的油 那你現在覺得油油的 待會洗碗的時候 跟著清水跟洗碗筋一起洗乾淨 你的手上就不會擁有的了 好 我就要領一個好糟糕 這個是恐龍姐姐私房小妙招 就是它如果你有像碗一樣的東西呢 你可以先裝一點水 把這個洗碗筋稍微稀釋一下 倒一點然後讓它稀釋一下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只要把每次洗碗的時候把它沾濕 我沾一點 給你沾一點 所以這樣清潔劑的量 就會變得很多的感覺了 對 我覺得也沾濕 而且這樣子感覺 你看泡泡還是很多 對啊 很棒吧 表面之外啊 剛剛圓圈圈邊邊的地方 也有沾到油油的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呢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可以用菜瓜布把它夾起來 對吧 像夾子一樣夾起來 對 夾起來之後 這樣子給它轉一圈 轉一圈 轉一圈 夾住它 夾緊 夾子 GO 分工合作 轉轉轉 洗它的背面 剛剛花在水槽裡面可能也會髒髒 所以這邊有什麼 小勾勾對不對 小勾勾我們就要細心的一點一點 把它洗乾淨喔 每一次用完碗盤都要洗乾淨 不然那些油汙 可是會今年累月的累積下來 難怪每次在吃飯的時候 都有吃到上一餐的味道 沒有洗乾淨 好可憐喔 洗碗筋用手手沾一點 然後前後搓 搓 要夾緊喔 加油 等一下 這樣可以靠筷子它摩擦的時候 就把它油也順便點去除掉了 對 比較仔細的把前面我們沾到食物的地方 還是要洗乾淨 稍微給它轉一轉 哇 它的筷子都會變得很乾淨 那就每個地方都可以洗得很乾淨了 對呀 好了 這樣一定如果乾掉的話 它就會很難刷起來 因為這個沒有很油 所以還好 OK OK 那也是一樣像我們剛剛 洗盤子一樣 對 要像夾子一樣加不進 洗旁邊的嘴巴 好 最覺得受乾淨了嗎 全部的碗頭弄用菜花布乾 幫它們洗過澡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幫它沖乾淨啦 可以用你自己的手指頭感覺到 欸 有沒有哪裡還油油的呢 用手指頭去感受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已經也看不到的話 欸 代表我們洗乾淨囉 那我們怕我們在洗碗的時候啊 我們盡量會使用熱水 因為我們熱水啊 不僅可以沙去 還可以比較容易把油污可以去除掉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碗盤啊 它有一些很難去除的油漬 大家可以用一點有溫度的水 可能溫熱水稍微泡一下 溶解一下 大家如果洗洗手條 榴槤還沒有熱水的話 你可以先煮一點點 讓你平常在喝的熱開水 跟冷水一起融合 調整一下溫度 不要燙到手這樣子 然後讓那些碗盤泡一下 這樣子油污也會比較容易的被分解唷 來 剛剛油的碗盤洗完了 現在來洗不油的茶杯 你們茶汁怎麼這麼多 怎麼辦呢 超難洗的茶汁 沒關係 今天家事小達人要教大家 清理茶汁的妙中 沒錯 我們可以準備好我們的鹽巴 你們把鹽巴丟到水裡面會怎麼樣 會溶掉 會看不見 所以我們先把剛剛剩餘的一些茶 先把它倒掉 讓它裡面的水分撿到最少 我們全部都給大家一小湯匙 用手把鹽巴在茶汁上面畫圈圈 看我們把茶汁給全部都用掉囉 他們現在杯底的地方 已經變成有點咖啡色了 做SPA泡溫泉有沒有 會用那種浴鹽啊 那種海濾 對 就去角質 讓全身摸起來 那個皮膚滑溜溜光亮的 這裡很明顯的茶汁的痕跡對不對 要不要開始 不見了耶 好厲害喔 是一個天然的菜瓜布 有沒有 不見了對不對 好 清理完之後呢 我覺得我們幫它按摩的差不多 我們就趕快來沖水 見證一下我們的奇蹟 把鹽巴的地方搶不搶掉 變得很白耶 這個效果也太好了吧 差別差很多耶 那如果啊 你覺得實在那個污垢啊 還有一些味道的話 你也可以準備檸檬 你可以用檸檬呢 稍微用它的皮也可以 用它的肉也可以 稍微這樣子 把它當成菜瓜布一樣 對 讓它沾取一下這個檸檬皮的香氣 讓這個水果精油 在你的杯子裡面 好 好好的 下次喝水喝茶都香香的 那要不要聞聞看有沒有香香的味道 有沒有 好 但是我們還是要把它沖乾淨喔 好不好 洗乾淨了嗎 好了 耶 接下來是小妙招 不要用的洗米水 還有果盒 果皮 不要丟掉喔 洗米水裡面 含有澱粉質 果盒 還有果膠 它可以輕易的 幫我們把油漬給去除掉 那如果我們杯子裡面 有茶漬 該怎麼辦呢 可以加上少許的鹽巴 在裡面把它摩擦一下 茶漬都不見了耶 大家在家也可以試試看的喔 我們趕快讓媽媽來看看 我們剛剛努力的成果喔 好 杯子很乾淨 你看它用檸檬的味道 不錯 很棒 洗得很乾淨喔 耶 被媽媽認可了 有沒有很開心 我本來還有一點擔心 它會不會手沒有力氣 不小心把這個盤子 或是碗給摔破了 結果沒想到 它很厲害喔 它的握力很好喔 小細鳳 它都會注意到 一點一點的把它們刷乾淨 給媽咪一個愛的抱抱 好不好 家事小男人成功 我是家事小男人 耶